6月30号 彰化市桥友大楼发生火警 造成四人死亡 二十人受伤 县府围请建筑工会进行安全鉴定 现在结果出炉 判定这是围楼 县府将会朝拆除的方向进行 也会协助大楼所有全人辅导重建 未来会预计朝都市更新办理 那如果顺利拆除的话 这一栋28年楼林一共发生四次火警的桥友大楼 即将走入历史 今年6月桥友大楼大火夺走四条人命 二十人受伤 事后旅馆负责人及员工等三人 被一过失自死罪起诉 而大楼经过建筑师工会 结果鉴定也被判定为围楼 现在已经通知他一个月之内自行拆除 担心公共安全 县府也发文给桥友大楼的所有全人 要求一个月内提出拆除计划 而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拆除 但庞大的拆除经费实在难以负担 也请县府强制拆除后 后续再由所有全人一起来分担 我们所有全人也希望说政府 帮我们辅导来都更 拆友大楼1993年完成 因为位于彰化火车站前 曾是重要的地标 但这些年来一共历经了四次的火警 加上管理不善 店家纷纷撤出 如今确定要拆除后办理都更 将以全新面貌呈现 大家都乐观其成 发生大火的话应该也没有人敢在那里 对所以拆掉应该也是可以 他们仔细评估觉得可行的话就可以吧 不论是民众业者还是县府 都希望朝着都市更新方向努力 如果顺利进行的话 未来也计划新建比较单纯的办公大楼 不再是复合式的商业大楼 重新打造彰化车站前的新形象 街道貌彰化报道 市场你现在东西的这一项 公大楼